金丝南墓被封为中华民族的国墓 又称为皇帝墓 自古以来就是皇帝家族 专用的墓材 甚至比城乡墓还要珍贵 大多用在宫殿 寺庙建筑跟高档家具 一般皇帝做的农椅也都是用南墓 原本在台湾高雄 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周金树老师 几十年来就收集了不少珍贵的艺术品 除了有张墓 沉香墓之外 还有更多金丝南墓的墓雕作品 周老师说人生很短暂 但是艺术品的生命更长远 所以好的艺术作品是无价之宝 喜欢的无价 不喜欢的也是无价 还有一个是非常多的无价 一个是完全没有价格的无价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多少价钱 什么样类型的作品 有枯木的金丝南墓 它有雕观音 观弓 达摩 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雕刻 周金树老师说 金丝南墓材质相当稳定 不俏不裂 制成的作品可以经久耐用 而且冬暖夏凉 香气清新宜人 金丝南墓还有耐福跟防虫两大特点 不管是做成家具 珠宝盒或者是神像雕像 都带给人一种艺术的震撼力 周老师还拿出数十件珍贵的金丝南墓作品 从2018年6月2号开始 在台中市中明南路大安国网26楼展出 在台湾的木头一般比较常见的像 块木 好像黄块 红块 牛章 硝蓝 扁薄 这一些 那在中国的木头比台湾还要多 那在中国蓝墓这个名字 其实它总共有五十几种 这些金丝南墓的作品 在台中展授一个月的时间 周金树老师说 目前金丝南墓家具的数量非常少 尤其是古董的老家具 简直就是人间极品 适合收藏 也可以投资理财 因为有很高的升值潜力 大家可以忙里偷闲 走一趟台中市中明南路787号 大安国王26楼 参观金丝南墓各式各样的作品 保证不需此行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道